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9月27号进行的一盘往棋 由黑方、生敏军对战白方、王星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小木之后直接点脚 然后双方各自走了一个新位 白棋挂脚高拆 黑棋继续点33,都属于定势的下法 白棋逼住的时候黑棋拖闲 还是先捞空,打吃完之后立 白棋靠完之后再立下去 破坏黑棋的根据力 黑棋尖冲,直接往外出头 这个地方呢,白棋是可以冲断了 冲断的话呢,黑棋上面这颗子也只能选择弃掉 黑棋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弃子 使得黑棋打吃完之后再往前压都是先手 接下来外面变厚,那就可以加攻白棋了 实战白棋就爬回 爬回的话,这个围的比较扁 不过黑棋外面也就不是那么厚了 之后黑棋飞阵,白棋补一手 黑棋往下贴住 贴住的话,右边的打入更为严厉 不过白棋现在感觉也没有心情去补 毕竟二路还露着风 所以说白棋夹一个,继续冲击黑棋的保卫 黑棋顶完之后,扳 接下来的话,白棋无非就是长或者说反扳 反扳的话可以震一个先手 然后往右边这里冲出来 这样白棋就把脚空拿住了 不过上面这里被黑棋断打完之后打吃 白棋这里的潜力也就被黑棋破坏了 那白棋可以转而把方向转向左下角 因为白棋挂脚的话可以硬震 然后黑棋补一手,白棋继续定型 这个就形成另外一种格局 实战白棋还是先在上方为空 所以说单长,黑棋右边贴下去 白棋断打黑棋再往二路立 这样就彻底把白棋断开了 下一手棋的话 AI还是建议白棋就补回来算了 虽然说这个二路露着风 以后黑棋往里面跳 白棋围的非常有限 但是至少这样下两块棋联络 白棋可以安定 实战白棋往脚上提的话 这手棋单从这个目数上来说并不大 白棋的意思就是提掉之后 黑棋这里的联络是存在问题的 比方说以后穿香眼 包括往外面点 让黑棋变得更薄 但是现在白棋自己也非常薄 黑棋打入之后白棋就有点头疼了 这个地方呢 白棋活出来一块当然是非常容易的 比方说往三路拖 上面这块棋就活了 扮完之后立 黑棋虎一个白棋顶住 跳完之后沾扩大眼位 右边活棋 但是脚上这块棋也就自然死掉了 这里的损失还是比较大了 所以说白棋想在右边安定的同时 尽量不伤到右下角 所以说白棋选择飞出 这一手棋呢 对于黑棋上面这块棋的压制力也比较大 所以说黑棋还是老老实实补了一手 小飞 白棋正头 黑棋靠出 这个地方反正白棋往右边扳 黑棋就断 肯定要把白棋分开 实战白棋扳出 还是不想弃掉右下角 黑棋联络 下一手棋白棋选择挺投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最好的下法就是扳住 虽然说有个断 但是白棋长一个右下角已经跑出来了 黑棋打持的话白棋拐打 然后上面连回 就算被黑棋飞锋的话 那白棋再往上夹一个 这里的眼位还是比较丰富的 包括右边白棋也可以继续扩大眼位 所以说这块棋活棋不成问题 实战白棋选择挺投 那被黑棋扳过来的话 白棋这几颗子就显得更为担保了 之后白棋跳出 然后黑棋直接冲断 脾气也是不太好 这个地方黑棋有比较平稳的下法 就是虎一个补棋 还是瞄着右边这个冲断 白棋中间跳一个落后手 黑棋再转而进攻 白棋右下角 虽然说白棋也可以出头 黑棋杀的话肯定是杀不了 但是可以让白棋在下方苦活 黑棋把外面全部连成一片 然后左下角这里就自然形成潜力 黑棋也是非常主动的 实战黑棋直接冲断 这个就非常暴躁了 然后白棋打出完之后冲 那双方都没有退路 黑棋冲白棋打持 黑棋断完之后再往右边断 想把白棋这三颗子吃掉 白棋先尝出去 这个地方肯定要走 不然的话被黑棋往右边打吃三颗子 滚包 白棋沾黑棋再扳下来 那白棋就头疼了 这个地方棋太紧 而且尝一个还是先手 黑棋中间这四颗子需要继续处理 黑棋跳出 接下来的话因为白棋右边不活 所以说往中间冲断 虽然说贴住都是先手 但是回过头来再往中间这里补齐的话 右边这块棋要死 白棋不愿意 所以说直接往右边靠出 想要做活 黑棋拐打 然后白棋继续往二路飞扩大眼位 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说上面冲的话 黑棋可以反冲一手 白棋断不掉 因为黑棋直接可以把白棋的这个棋筋扳死 所以说白棋先扩大眼位往二路飞 黑棋扩下去 白棋再夹过来 黑棋单瞻 白棋联络 之后因为白棋的这个气还算是比较多 又有一个一路度过 黑棋自身还不活 所以说黑棋先往路跳连回 然后白棋二路虎一个坐眼 黑棋再往一路飞破眼 这个地方白棋有些麻烦了 之后白棋先做出来一只眼 黑棋继续扳 阻度的同时破眼 白棋现在打持的话 倒是可以活棋 这样打持完之后 先往上靠住 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 让黑棋这个一路打不入气 然后白棋团住又是一个先手 右上角这里要把黑棋冲断 黑棋联络 那白棋再往右边团住 这样的话刚好是两眼活棋 使战白棋还要继续便宜一些木树 所以说把这颗子连回来 黑棋往外冲寻求联络 白棋再挤一个 不过这样下的话 白棋反而会出现问题 只要黑棋应对正确的话 白棋还不如刚才直接做火 这个地方黑棋最狠的就是直接提 提的话白棋上面拐出来 黑棋就吼一个连回 外面白棋也冲不出去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的联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白棋已经被封锁了 然后再看右边 白棋一路打 黑棋可以沾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 还是按照刚才的招数 靠完之后坐眼的话 那黑棋沾上 这样白棋两边都是半只眼 那白棋活不了 那白棋想活的话 只有往这儿团住 那黑棋打吃 就变成一个打结活 这个结对于黑棋来说 就是一个无忧结 反正黑棋打输了 最多也就是让白棋 多吃一些木树 而且黑棋也不需要 找其他的结材 就往上贴住 把这里补后 白棋做活的话 黑棋就把白棋上方的 这个空掏掉 这样下已经是黑棋满意了 就相当于白棋右边 还是活棋的一个状态 但是上面这里的空 就白白损失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这样下反而不好 不过实战黑棋 也是应对出现了失误 选择挡住 那白棋断打 断打完之后沾 接下来黑棋还要继续补棋 这个地方黑棋补的话 也是应该贴在这里 这样的话白棋打持 首先中间这里 冲完之后断打 黑棋可以跑 没有棋 右边白棋做活 还是打出完之后 靠下去 然后坐眼 这样的话黑棋 也可以把中间这里补好 实战黑棋是跳一个 觉得这样把白棋三颗子 封住的话就没有关系了 但是实战白棋打持完之后 这里白棋出现了一个 绝佳的机会 白棋就不用着急做活了 上面这个断打要出棋 因为断打完之后直接往上冲 黑棋长白棋冲完之后 断打先手 这里有个双打持 黑棋长白棋提掉 这里黑棋被分段的话 等于说就把自己右上角 这条大龙全部卷进去了 然后就逼迫黑棋 不得不往一路爬 然后白棋铺结 那这个结现在对于双方来说 都非常重了 直接影响到各自大龙的死活 而且这个结的话 白棋比较有力 首先白棋可以找到本身结 往中间打持 再提过来 黑棋这个地方还是要站 不然的话被白棋一手棋提掉 不仅是右上角要死 右下角这块棋也得死 这个损失太大了 黑棋只能先沾 白棋可以继续打 等黑棋提结的时候 白棋联络 还是一个本身结 接下来黑棋也不能沾 沾的话白棋往右上方一路爬回 所以说黑棋要冲断 白棋可以再提 黑棋上面打持 是一枚本身结 白棋沾 黑棋提结 但是白棋还有本身结 就是右边打持 黑棋沾 白棋再提 那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黑棋已经没有合适的结材了 像右下角这里断的话 那这个尾巴白棋就不要了 这个太小了 上面黑棋要是网络扳 白棋就不理了 直接把这个结一沾 上面这点空 跟黑棋右上角大龙死掉相比的话 明显是右上角的价值更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只要白棋往这断打冲出去 把黑棋断开 然后逼迫黑棋在右边开截的话 白棋有力 但是实战白棋还是就这样老老实实做活 打吃完之后靠下去 然后团住 那跟刚才摆的几个变化图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样一下白棋是非常委屈的 然后黑棋趁现在把上方这个断打补掉 往前压 搬住 然后白棋断 黑棋走的也是挺撑的 不过这样走味道就比较差了 之后白棋断 黑棋打吃完之后选择继续贴住补一手 因为如果说这里不补的话 还是有棋的 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上方打吃 黑棋跑出来 白棋再往这打 那这样的话黑棋就要被吃通了 所以说黑棋贴住补齐 白棋左边尖顶 下一手棋 黑棋的判断又出现了失误 这个地方就应该往脚上补 这个脚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虽然说白棋可以搬下去 黑棋断打之后打吃白棋 还有反打的先手 可以先把外面变后 但是接下来白棋也没有特别严厉的手段 白棋无非也就是往这打吃完之后 虎一个 让黑棋右边补齐 白棋贴住 不过这个地方黑棋还可以搬出来 搬完之后长 白棋中间要补断 接下来的话 黑棋补齐是可以粘在右边 因为吃掉中间这三颗子的话 落一个后手 白棋再往左边压过来的话 黑棋上面要被包进去 但是黑棋团在这里的话 等于说黑棋右上角 大龙已经先手活棋了 接下来也不用在中间这里打吃了 白棋右边这里还要在团柱做活 那黑棋可以顺势就把上方这五颗子救出来 所以说黑棋账下每块棋都可以安定 白棋也获得不了多少便宜 始战黑棋就往这补一手 那被白棋往脚上搬下去的话 黑棋损失惨重 所以说黑棋之前的优势 又被白棋追回来一些 接下来黑棋往上冲掏空 白棋再往路打 但是黑棋脚上还是没有死干净 这个地方黑棋搬完之后虎一个 白棋一路打 黑棋可以做这个截 之后白棋先往这儿断 这个断肯定是白棋真子不利 但是就是为了挺出黑棋 这个里面还是有棋的 之后白棋断打先手 然后跑出这颗子 黑棋如果说真掉白棋的话 出棋了 白棋反打完之后再打吃 黑棋借不贵 所以说黑棋还是长一个白棋 再往上拐头 要把黑棋闷进去 之后黑棋往路夹 下一手棋白棋处理的不太好 这个地方就应该往一路打吃 开这个结 因为白棋的结材是比黑棋多的 这个地方白棋可以先提结 黑棋上面斑的话 白棋还可以往路跳 黑棋提过来 白棋中间这里打吃 黑条提 白棋再提结 黑棋往上贴住 白棋还可以粘上 这个地方反正虽然说 没有这个白棋直接往这沾 让黑棋结材的这个数量减少 因为白棋结材 就算这样下也是比黑棋多 所以说可以尽可能的 把这个木树撑住 粘上 黑棋提 白棋右边打吃还是先手 再提结 黑棋上面二路夹 白棋粘 黑棋再提 白棋挖一个还是结材 黑棋右边也不能弃 这里木树太大 黑棋打的时候 白棋再提 所以说黑棋这个结 肯定是打不过白棋的 那最终黑棋还要再 顾及到上方这块棋的死活 所以说只能找这种结材 把白棋外面这三颗子搬死 那白棋消结 黑棋打吃落一个后手 这样下的话 白棋木树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实战白棋 没有敢打这个结 而是选择立下去 那这个差别就比较大 对黑棋的压力就少了很多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最简单的就往前长一个 白棋往前压 黑棋扳先手 跳刺先手 白棋要补断 上面贴住又是个先手 然后左边再粘回 这个地方就可以做活了 直战的黑棋是选择反扳 下的比较凶 想紧住白棋的气 那白棋断打完之后 打吃黑棋单场 白棋粘上 黑棋拐出来 然后白棋是先在中间打吃 交换一手 再往左边扳 黑棋打吃连回 白棋冲 先手破眼 黑棋提掉 之后白棋在外面尝一个封锁 不过这个地方已经杀不了黑棋了 黑棋看得最为清楚的就是可以往这断 断完之后 翻打 白棋就提 提的话 黑棋打吃 这个节白棋也不能再跟黑棋打了 这个节白棋太重 站上 那黑棋再往上虎一个 这样的话已经活了 实战黑棋往二路点的话 这手棋比较过分 白棋完全可以穿出来 破眼 不过实战的话 白棋不知道为什么选择的是斩 那这样让黑棋搬过来 这个眼位就好很多了 现在白棋再想杀这块 黑棋就不太好杀了 虎一个 那黑棋可以搬住 白棋往旁边顶一个破眼 黑棋还可以往二路作眼 那如果说白棋杀脚上这块棋的话 主要是白棋外面还有问题 这个地方黑棋穿下来 断 白棋只能连续打吃 长气 黑棋外面的气越长 左边这个冲断 就越严厉 要把白棋这三颗子吃掉 所以说正上下白棋已经 不太好杀黑棋了 那实战白棋是先往中间 打吃交换一手 然后右下角冲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肯定是要选择度过的 度过的话白棋也分不断 而且白棋自己这里 还有一个断铃要补 跳一个算是补断了 黑棋可以打吃完之后冲 先手 再把这颗子冲持 这样黑棋联络的话 还是白棋比较难下 白棋下方大龙也没有完全活 实战黑棋出现了误算 在这个地方直接断上去 那这个失误是比较致命的 白棋先往一路斑瞻 先手阻度 然后再往这飞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就形成对杀了 黑棋双一个补棋 白棋顶住 走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就直接认输了 因为这个地方继续走下去 那黑棋只有冲收棋 白棋打持 提掉收棋 再打黑棋冲 白棋提 最后就形成有眼杀无眼 黑棋这块棋 由于误算 突然死掉 那这盘棋 黑棋也没办法下了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